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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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2015年7月10日 居住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和中國的35名清華大學校友 聘請新西蘭律師克里戈爾 用特快專地 分別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 郵寄了對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 清華大學是中國大陸最頂尖的大學之一 這所高校的35名校友 為什麼要控告江澤民呢? 本期節目我們就跟大家聊一聊 這樁跨越亞、歐、美澳四大洲的集體訴訟案 這35名控告人中有 教授一人、副教授三人、講師一人、博士生五人、硕士生八人、高級工程師一人 控告狀陳述了在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以來 控告人受到的殘酷迫害 其中他們因非法判刑或勞教被剝奪自由的時間 累計超過110年 被關押場所涉及中國的8個監獄、9個勞教所 以及許多洗腦班和秘密關押地 這份刑事控告狀厚厚的有208頁 字字句句 淨透了控告人的血和淚 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主要來介紹三位控告人的經歷 王維宇是山東太安人 他從小天資聰慧、品學兼優 1991年高中畢業後 由於在全國數學、物理、化學等比賽中多次獲獎 又是省級3號學生 王維宇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五所名牌大學免試錄取 最後想當一個優秀工程師的夢想 促使他選擇了清華 在清華 王維宇照樣品學兼優 曾獲優秀學生獎學金、優良畢業生獎章 中國儀器儀表特等獎學金、菲利普獎學金等 1996年本科畢業後 他獲得免試直接攻讀博士學位 但是從1999年7月20日起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動用全部國家機器 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 王維宇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 他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 有八年半是在中共的監獄裡度過的 根據清華天才學子王維宇蒙冤坐牢八年半一文 2002年8月12日 正在一家外企打工的王維宇 在出差途中被中共國安抓走 從此直到2004年初的一年多時間裡 他被人間蒸發 期間王維宇有半年多被關在北京法治培訓中心 在那裡經歷了刻骨鳴心的酷刑 他回憶說 我經歷過一晚上的電行 全身上下所有地方都被電過 十個手指頭全部被電過 他們把電棍放在我的脖子上 直到他放完電 最后來不及充電 直接插在220伏電壓的插座上電 電得滿屋子都是肉皮的焦糊味 直到電得昏似過去 然後王維宇被秘密判刑八年 關進北京市前進監獄 在那裡他也遭受了被毒打 長時間剝奪睡眠 被迫做奴工等各種酷刑折磨 還被超期關押半年多 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2013年王維宇逃離中國 在美國與家人團聚 1995年5月 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虚吟開始修煉法輪功 同年7月他博士畢業留校任教 修煉法輪功後 困擾虚吟多年的失眠症不要而喻 同時他按照法輪功真善忍原則做好人 獲得過清華大學先進工作者 優秀教師獎 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高等教育一等獎 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教育部頒發的在促進科技進步中 做出重大貢獻獎等 據明慧網刊載的清華教授脫離中共控制 揭露迫害真相一文 2006年3月13日早上 修煉像往常一樣送女兒上學 回來後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突然十多個警察闖到他家中 沒出示任何證件就翻箱倒櫃 翻出幾本法輪功的書籍 然後將修煉和他的妻子一起抓走 不久 修煉被非法勞動教養兩年 理由是他堅持修煉法輪功 家裡有法輪功書籍 2006年11月3日 修煉被押借到北京市團合勞教所 之後整整八個月被單獨關在一個小號裡 只許坐一個三十厘米高的小凳的三分之一 一整天面壁不許動不許閉眼睛 這是一種邪惡的酷刑折磨 表面上警察沒有打你罵你 但是因為凳子又小又矮 而且坐得受力面積小 不要說在嚴密監控下做八個月 就是做八天都會令人痛苦萬分 在肉體和精神承受巨大痛苦的情況下 修煉與勞教所警察展開了一場轉化與反轉化的較量 他回憶說 我盡量用他們能明白的話講 特別我是個學理工科的教師 我用嚴密的科學思維邏輯與警察 那種中共流氓式的政治邏輯抗衡 我從自然科學角度 給他們證明法輪功是非常好的功法 他們無法推翻我用的自然科學邏輯 警察也覺得我是個思維理智的人 和他們一談就是很長時間 就這樣一個自稱全國轉化水平最高的警察 也理屈辭窮了 用他的話講 我們這裡的警察沒有一個能說服你 我們這裡的錄像和書對你根本沒有用 再後來他們誰也不願和我談話了 2008年3月13日 修煉走出勞教所 警察對來接他的清華大學領導說 和沒進勞教所一樣回去還得看緊 修煉回到清華後 校領導要求他必須寫認錯不練功的聲明 否則就不續簽教師合同 修煉不願昧著良心寫這樣的虛假聲明 也就無法繼續在清華任教 2008年8月27日 修煉一家三口飛敵美國 並發表聲明說 我愛我的工作崗位 我愛我的學生 我愛我的親人 我不願離棄生我養我的那片中華大地 我不願離開我熟悉的課堂 和學生期待的目光 但是在信仰與利益相互矛盾時 我要為我的學生做出示範 我為講真話 為揭露中共的迫害 為喚醒被中共邪惡謊言迷惑的民眾 我只能放棄我所熱愛的一切 離開中國 到我能講真話的地方表達心聲 她說 我要以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的學生 和全世界的人 中共有罪 余萍本科硕士博士都在清華大學就讀 曾擔任系研究生會主席 得過西門子獎學金 129獎學金 光滑獎學金等 迫害發生前 余萍曾申請出國留學 獲得美國和加拿大21所大學的全額獎學金 但迫害發生後 留學計劃泡湯了 據大紀元報導 2000年6月初 余萍參加博士論文答辯 選題是國家863計劃航天領域高科技項目 她的答辯或評委一致通過 論文被評為優秀畢業論文 但因為2000年6月2日 她到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和平請願 清華就拒絕授予她學位 僅以博士一夜處理 也是因為修煉法輪功 信仰真善忍 堅持向世人講清法輪功真相 余萍及其家人受到中共殘酷迫害 余萍回憶說 我本人從2000年到2004年被非法判刑四年 2008年到2010年又被非法勞教兩年 我的妻子被非法勞教兩年半 判刑兩年半 我的岳母被非法勞教兩年 我的小姨子也被勞教兩年 大姨子被判刑三年 勞教兩次 一次兩年 一次兩年半 全家人被非法判刑勞教的刑期 加起來有二十多年 在勞教所 余萍曾遭到六個警察同時電擊她 這些警察按住她的四肢 開始電一面 電完之後 再把她翻過來 電另一面 然後從頭到腳 腳心到處電 她說 真是感覺好像有千萬根針 在同時扎我一樣 非常痛苦 2013年 余萍夫婦帶著女兒 逃離中國 旅居澳洲 曾經法輪功在清華大學紅船 第一個練功點就在校長辦公室所在的公子廳裡 據明慧網報導 到中共發動鎮壓的1999年7月20日前 清華大學已有11個練功點 參加學法練功的人 從教授、講師到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等等 人數最多是超過500人 江澤民發動迫害後 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解決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李蘭青 親自到清華大學蹲點 從此 清華大學成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重災區 據不完全統計 清華大學至少4人被迫害致死 1人被迫害致殘 1人失蹤 23人被非法判刑 25人次被非法勞教 總計近百人被強制休學 勒令退學 開除學籍 停職 強迫辭職 關洗腦班 非法監禁等 35位清華校友對江澤民的控告 實際上是過去23年來所有法輪功學員遭受迫害的一個縮影 2022年11月30日 中共公告江澤民病死在上海 台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隨後發表5點聲明 裡面說 在過去20年 江澤民在全球18個國家被控對法輪功學員犯下反人類罪 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 在37個國家有近400萬人舉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中國境內更有數十萬法輪功學員實名起訴江澤民 但最終江澤民未能活著接受歷史性的大審判 這對所有法輪功學員 尤其是受迫害的學員及其家屬 不得不說是一個重大的遺憾 對被江澤民捲入這場長達數十年迫害的全中國來說 亦是一個遺憾 但江澤民迫害上億法輪功學員 慶竹難收的所有罪行將被歷史所銘記 警惕著人類永遠不重蹈覆轍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點贊留言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